联合平推手 功德榜 歸開真好營 上天叫我來到這個靈竿 為什麼我們就要不快樂呢 為什麼我們要鬥來鬥去呢 我們能不能牽著手 來共創這個世界美麗的未來 對不對 這才是上天的美意 上天的美意 應該是這樣嘛 這個叫從倫理道德 從內心培養起 培養起以後 你才有辦法真正去做 否則你要怎麼世界和平 打開的比賽武器 像美國 你看這次北韓 其實這個北韓的金正恩 笨蛋也真的 我告訴你 他真的叫我阿姐 我就敢打 真的 他就不叫 他就不叫代儀 阿姐 他就不說 阿姐 他就不說 阿姐 你知道嗎 他這樣一鬧 他其實他虧大了 因為他結果也不敢發火箭 對不對 但是他虧大 虧大 那個隱形轟 轟炸機 都來了啦 對不對 你看 都來了 你還是自己記了 你做法美國 結果很多國家怕死亡 說這樣 你看 韓國 南韓 就跟美國買的F-16 還有更高級的飛機 一批批 三十幾架 三十六架 我們才買三十二架 上三十六架 一直買 賀 美國人彈死了 結果 戰爭沒有打 美國人彈死了 那打起來 他也扮人家死不完 也不會死就贏 哇靠的 空空這塊比較順 對不對 他這也不夠 他不夠 不然來人家留學 對不對 不然我又給我給他加 對不對 所以 你說對不對 是不是大國佔了便宜 大國像美國 他永遠要製造全世界最強的武力 為什麼 他不是怕人家打他 因為他告訴人家世界各國 我武力最強 沒有人能夠打垮我的 那所以你們有錢 儘管可以放進哪來大陸存 所以你看 美國存 所以你看大陸很多會洋人 都是把錢存在美國的 很多世界各國有錢的存 因為還是美國最靠得住 你看歐巴馬上台四年 印他靠哪一招 他靠哪一招四年活下來 讓美國活下來 靠什麼 印鈔票 印了四年 結果美國活下來 可是我 你不能不佩服美國 他印鈔票 印四年 美國沒有垮 美元還升值 你看美國是不是大國 這是大國 美國是大國 對吧 不信我們來印印看 印兩個月你就投啊 怎麼投法三個投寫在一起 就叫投投投 實力不同嘛 對不對 所以讓美國有實力啊 我有辦法印了四年 我美國還毅力不搖 那大家看美國真的厲害 他就敢買美金啊 敢買美國債券啊 敢把錢寄到美國去啊 他移民美國啊 他就維持這樣 所以是強國 所以現在世界誰強都是靠什麼 靠武力啊 靠金錢啊 但我們要看到這個世界上哪一個國家 我今天國家之所以強 之所以讓人家景仰 是因為我靠社會的和諧 所以有一個國家很受人家尊敬 雖然他不是很有錢 你們知道誰嗎 兩個字的 在我們中國的南方小小的國家 叫什麼 佛教國家叫什麼 不擔 對不對 不擔 他國家 他甚至於觀光客還限量 我一年只能進多少人 超過就不給你來 因為你黑白說我 如果一個人放個皮我就汙染了 對不對 所以呢 他沒要 沒要你來 你情報貪也沒要 所以他國家 人家人民過得很快樂 而且他那個國王 他年紀還沒有我大 他已經浪胃給他兒子了 你知道嗎 他可以做到像那個 像那個什麼 英國女皇 做到這樣 念他兒子等到這樣 漏掉了 你知不知道 心情壞 媽媽也要拖腮鏈 哇 怎麼這樣 好 還說營養好 還有什麼健康食品 你沒事了 他兒子每天都不能記到我媽 你趕走 哦 要拖腮鏈 對不對 如果那個布丹 如果他來看他就覺得 國王也很可愛 他說 可以 我孩子已經出頭了 我交給他 我會把制度 給他去發展 人民沒有投票的習慣 人民從來沒想到要投票 他還培養人民投票 以後你們的民意 從投票裡面表現出來 說這樣 別的國家 巴不得讓你不投票 永遠聽我的 是不是 你還要拖腮 所以人家很快樂 和諧 不是說天下乾 所有人 以前 以前 我跟我們師傅吹牛一下 我以前當過什麼 你知道嗎 你信不信 我當過中國小姐選美的評審 比較漂亮 比較漂亮 你就是奇怪 告訴你這個錢要怎麼談 不是這樣 是因為評審是不是要憑三維 還有體態 還有才藝 還有氣質 我是大學校說憑氣質 你有沒有過分 正常嗎 好 我憑氣質 後來我不憑了 你知道嗎 我跟他講我身體不好 我沒有空 我不憑 那個唐先生理事長 董事長唐先生 你身體都不好 怎麼不憑 我說我不好 身體最近很白 其實是什麼 不過我做那些電視 看到他們家的馬桶是怎樣 黃金打造 我這不跟你再玩 你這麼奢侈 完全違反我人生的理念 我怎麼可以跟你和在一起 對不對 我不跟你玩 但我不想挑人家毛病 人各有志 有的內志 有的外志 有的內志 人各有志 我少年沒有得志 我就跟他講說 我不能玩 我身體不好 不跟他玩 我一世的英明不要跟你和在一起 納費了我的青春 就這樣 人到不同不相為謀 就這樣 你 馬桶跟黃金打造 這什麼意思 社會很多人沒有飯吃 我看到 心肝 很痛 對不對 我們家的馬桶跟黃金打造 我幫你幫不出來 就不一樣 我是凡夫俗子 我沒有辦法像你這麼厲害 我是普通普通的人 對不對 所以人價值觀 所以世界就是這樣 世界需要我們這些人來倡導 你們從宗教切入 我從教育切入 大家都在為這個社會發展而努力 好在世界上還有我們這些人 我們要珍惜他 師父你覺得對不對 對啊 好在 故意這樣問他 也不好是說不對 所以人就是這樣 你要自己 你自己要了解 那要以此為自己的責任 以此為那個 就是自己要肩負起責任來 對不對 那這樣才 要有責任感的意思 有所為有所不為 這個世界才會和平 我們不是強調世界和平嗎 這樣就會和平 這樣就會和平 對不對 你大家就不會動干戈了嘛 你不是啊 你就是社會都從那插花 那外面的人沒有人在那裡 好處 連勒都勒不中 好人都讓你們勒不去 那他就不願 不願他就造成對社會的那個 煩恐啊 對不對 那紫蓮小會就不平 不雄啊 不雄啊 為何雄啊 對不對 不和諧啦 為何害啦 對不對 就這樣 那所以呢 我們今天談到倫理道德 應該不是口號了吧 對不對 應該你們可以體會到不是口號 那我的講義 我的資料裡面有寫 什麼叫倫理道德 倫理是什麼 道德是什麼 寫了很多 那我們來談人類的境界 我沒有那麼好的道型 像我們那個禪師 文言禪師這麼有名 他能夠講那些 我是從很簡單的理念來出手 譬如說社會學上講什麼 人類社會 要看什麼層次呢 人類社會什麼時候才會 看出它是有一點成就呢 要怎麼看 第一個 看它的器物層次 什麼叫器物層次 就是說 看它用什麼東西 你看火酒 人家用的就輸了 對不對 我們就比它進步了 我們要用電腦 各方面都會進步 器物層次 我告訴你 像我們在座幾位 除了我們是年輕的院長以外 我們三位 我們以前讀書的時候 是沒有電腦的 我去美國留學 我已經是博士 而且是鄭教授 才去留學的 我為了完成我 沒有去美國留學的夢 所以我是鄭教授 我是已經有博士學位 再去讀第二個博士 我怎麼很難命 很辛苦 攪自己的錢 攪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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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攪自己的夢 就攪自己 這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去追求更好的未來 每個人都要去追求 追求的重點不同而已 到美國去讀書 發現美國也有很多可愛的地方 是我們沒有的 可是也發現我們有很多可愛的地方 是美國人沒有的 那這是什麼呢 這就是我們今天 一個社會的發展 所需要走的路 那我們今天去走 人生走下去 那麼發現了什麼呢 這個世界有很多人 其實是可以貢獻這個社會的 那麼我去練書以後回來發現了 我們有很多東西不足 因為我們那個時代 我去留學了 沒有電腦 也不會玩電腦 沒有個人電腦 只有那個電腦中心有電腦 我相信我們校長在台北當校長的時候 那時候個人電腦也不流行 所以我們這代就輸學生電腦 他們就比我們強 我以後厲害 晚上他快咻咻咻咻 天亮還不睡覺 有沒有這回事 就網路成癮 我們亞洲大學有成立一個網路成癮 防治中心 跟中國醫藥大學聯合來辦 很多父母親把孩子送給我們 跟他引導 開導他 大陸做過測驗 大學生回家裡 第一件事做什麼 有做一個問卷 我看過這個報告 一回家第一件事做什麼 不是洗澡 不是吃晚飯 不是 第一件事做什麼 上網 44% 44% 44%的人 一回家就先上網 開機上網 你看 這是器物層次 所以我常跟學生講說 不是你會玩電腦 你這是比誰都行 你器物層次是一個層次 比如說好像我們 以前我們小時候哪有麥當勞 沒有啊 後來麥當勞進來的 很多年輕人吃麥當勞 吃得稀里花啦的毛病來了 三高都越來越降下來 有沒有 很多小孩吃得好歹好歹 是不是 那它的器物層次它贏我們啊 它的器 它的物 像電腦就是器嘛 器 器啊 器 它在贏我們啊 它穿的衣服也比我們好啊 我最近在學校很多同學還有同事都說 卓教授你現在衣服穿得越來越時髦喔 我說謝謝 其實是什麼 我兒子去留學了 他衣服不要了 他整堆都放在那邊 我太太洗一洗掛起來 我就拿來穿 這樣 這個年輕的衣服我穿的就比較年輕了 他沒的呢 他沒的呢 那衣服都還滿名牌的 你知道嗎 當然它是名牌啊 因為它比較老闆的啊 對不對 啊我的衣服就沒有名牌啊 因為我去佳樂福買襯衫 像這件就是啊 給你看 五粒一百 那個一清 五粒一清喔 我開一清要穿三年 你知道嗎 那它一清 那個一粒幾個就穿 四個男的 開老闆的 所以你被嚇我告訴你 有一個阿伯 阿伯去剃頭 你知道嗎 拿一千塊給他休假找 休假 慢慢找 慢吞吞的 阿伯生氣了 說你是怎麼找的 請早很久 就給他派 那小姐趕快拿錢給他 阿伯 不好意思 阿伯 別的小孩差很多 什麼意思 你小孩剛才來剃頭 不要 有什麼 你小孩拿一千 叫免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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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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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伯回答得最好 最精采的在後面 他說 你會騙嗎 我兒子有一個有錢老爸 我沒有 漂亮嗎 我兒子有錢老爸 他手臂風 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我沒有 所以你看 物質比 要怎麼比 那就是物質層面 器物層次 然後再來看 用錢來比 器物層次 但是再來呢 就制度層次 這個國家有 雖然台灣今天很驕傲 我們有民主機制 你看你這樣怎麼看不眼阿伯 你就沒有辦法把它罷免下來 你這麼怎麼看不順眼馬英九 你就不能把它罷免出來 這也是社會安定的力量 你知道嗎 那阿伯也是平平安安的 做了罷免 對不對 至於以後不平安是另外一回事 不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 但是你看 我們的制度是不錯的 大陸人就很羨慕我們 大陸今天這麼繁榮 但是社會這麼不平 平復這麼差距 大陸的財富 41.14%的財富 集中在少數百分之五人的手裡 這個世界銀行的統計 世界銀行的副總裁就是林毅夫 那時候 我也是跟大陸的那個什麼院長 系主任一個團在東海大學 我去演講 我舉這個例子 他本來很驚訝 我說你不用驚訝 世界銀行的資料 世界銀行的資料 而且你們 世界銀行副總裁是你們大陸的代表 林毅夫 是我們這裡叛逃過去的 本來是林正毅 對不對 百分之五掌握了全國四十幾的財富 那剩下百分之六十呢 我們說多一點好不好 六十 也不是都給人民九十五來分 有一半以上是政府的 那剩下人民分那麼一點 差別太大了吧 那為什麼大陸可以這樣 大陸所有的 過去我們去訪問的時候 我相信我們的師父一定很清楚 我們去訪問他們的列隊歡迎我們 歡迎歡迎參觀 歡迎歡迎參觀 記得嗎 遠戰去的時候他 耶耶耶耶耶耶耶你會啦 知識優美吧 好 結果你知道嗎 不是你現在過去看他怎麼說 現在他禁止說歡迎參觀 你現在去他說歡迎 歡迎 熱烈歡迎 他不講歡迎參觀 為什麼 因為他們那些同學 那些拍手的人都把他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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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貪官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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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貪官 而且大家都這樣講 你不知道是誰講的 歡迎貪官 所以現在不能說歡迎參觀 歡迎 歡迎 熱烈怎麼樣 歡迎 為什麼大陸會這樣呢 我不是批評大陸人 你看他對我們也不錯 不是故意這樣 我就談問題 就是因為你大陸沒有監督機制 你沒有監督機制 所以你才會造成 如今才會造成一種的結果 因為你沒有監督機制 我們呢 我們有民意代表可以監督 不一樣 所以就是說這個叫做制度層次 那第三呢才是思想層次 意識形態層次 思想層次 所以你們的 我們不應該說你們 我更正 我們的師父 這樣可以吧 你們太欺負你們了吧 好 我們的師父為什麼受人尊敬 對不對 為什麼崇拜他 為什麼受人尊敬 因為他努力的是第三層次 是嗎 他不是努力第一層次 說國會浮動生日日日日 國會信徒 我們就要吃什麼 這麼可愛 就要去找一個火子 比較好 要做一支歌票 那沒有遺憾 他是跟你講思想層次的 看起來虛無緹緣 人類就需要這個 然後人類層次才會到這個境界 所以人類有三個層次 很對不起 今天是靈感 你們看我的講義 你們回去慢慢看 我今天講的到現在一個字裡面都沒有 我講課要看環境 看那個他們根本開場白引導我 我這裡也進下來 我跟著一直走 對不對 三個層次 你說我講的有沒有對 我不是講宗教的 但是你就可以 對不對 就可以match 因為人類從社會學觀點看 器物層次 然後進步進步到制度層次 到這個境界才厲害 所以我為什麼 我的文章裡面有寫到中山先生 我們的國父 大陸不講國父 中山先生 我們講中山先生 我們也要倡口觀點給大陸 因為我們今天海峽兩邊有交流 我的文章他們看得到 我要把中山先生的理念放進去 不要因為說中山先生已經離開了 我們就把他丟了 不對了 他說我們人 是瘦性 人性 然後進展到神性 所以你看嘛 你看世界各國的學問幾乎都通了 他說我們人最基本的就是我們有瘦性 對不對 人都有瘦性 看得錢就貪嗎 看得色就貪嗎 這就是瘦性 人都有瘦性 你看做個律師做得好好的 不是說搞炸彈要去嚇人家 對不對 所以這是笨蛋嘛 而且看 根據他們了解 他還準備把他那個partner 那個夥伴怎麼樣 要把他炸死的 滅口的 人心真的毒 所以人的瘦性啊 瘦性啊 那麼為了保險費 可以把人家一個一個殺掉 為了賺保險費 有沒有 這塊呢 是不是瘦性 那瘦性過來呢 人性 才有點像人 有人性 有人為耳 我們今天談人文教 有人為耳 看起來像人 不要看起來不像人 人為耳 人性 然後人性再過來是什麼性 神性 人類最高的境界是神性 我們很難達到 可是我們很追求 爛狼 兄弟你們在這裡 你們雖然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成就 像我們前面的長官 不是長官 長者 但是你內心的成就可能也不差 你不一定是位子上高低 你內心這個才高 那就是神性 神性是看不到的 了解我意思嗎 所以我們努力到某個程度的時候 所以我們內心我們的神性很高很高 所以我們通常 我不會去比說你官做得很大 我就很佩服你 台灣今天做大官的 大官很多都跟我關係很密切 不是我亂拉關係 因為我們那個時候 學生本來 大學生本來就很少 你看李安說他考大學三次沒有考上 你不能怪他 那時候錄取率百分之17 以前 那很少 所以我們在台北碰到碰去就熟 大家都是好朋友 你不管哪一黨都好朋友 縣長廳什麼什麼 我都是很熟的 學生時代就好朋友了 不是現在 對不對 但是你要知道 今天很多的 像吳敦義當南投縣縣長 他是一天到晚前往演講 講到高雄當市長什麼 太多 隨便你拉幾個獎都一堆了 我們也不是亂拉關係 那所以人 是不是不停地要向前走 那在走到某個程度的時候 你境界很高的時候 就人家追不到你 像我們師父 我們就追不到他 對不對 就追不到他 因為他的境界 他每次在電視裡面講起來 我說 我醒醒 我醒醒 揚醒 那幾年而已 還說兩點鐘 真的 好 對不對 說起來也說 那幾年 那幾年 那幾年也說兩點鐘 你說他沒有學問 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對不對 那那個鎮圓法師 鎮圓法師 鎮圓法師 那他高雄 豐元高雄比起來 不然我們 突出台北市 那他高雄比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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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他出家 他再去時都四點 就可以突出 你知道 早課你知道嗎 那他各方面 都突出 所以他的見解 看法也很廣 你說人家說話 不然說一個什麼 麥克風 人家說話 我們做人 就要知道 做人的道理 他們雖然是 外國人 我們也就要跟他 搗三天 你說人家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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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那說什麼傳史也不不幾說 還要付所得稅 還要付二代健保 還要付二代健保 那人家 做好命運 全世界只有有需要的時候 他們就出現 他們的人就出現 有嗎 請問這是什麼境界 你看 這位 Terasa Terasa Terasa就是在印度的 叫什麼 翻證過 德洛瑞莎 對 人家他好害怕 好害怕 好害怕 女兒 來去那個 垂死之家 一天都跟那個 還沒死 還沒死人 你想想他很難命 他們都好害怕 但是 他出雞 對不對 他做修女 那他一死人 貢獻小 你看他那個叫什麼性 你說 受性 人性 神性 他什麼性 神性啊 對不對 這塊人的境界太高了 那塊壁都渺小得很 我每次演講 人家說我講得很好 我都想到正言法師 我就不覺得我好 人家這樣 喵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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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麥克風 有 坐在那裡也不能喵著 這樣就說要喘息 還有筆姿勢 對不對 人家很難 那也很舒服 人家性界高 所以人生是不是 人的 再複習一次 重點我要複習了 受性 人性 神性 對不對 器物層次 制度層次 還有呢 思想層次 對 我當老師登慣了 上課上慣了 一定要給你複習 不然考試你就不會 對 我感覺我沒有教 我感覺我沒有教的 讓你精髓體會到 而且還要考你 你還要學得出來才行 那就是 那我們台灣的道德教育 失敗在哪裡 就因為深學主義 一切都是深學主義 你看 你有兩個孩子 這個孩子 這個孩子特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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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孩子特色特色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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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說讓你我買的兒子 你看 你哥哥 你姐姐 你看我哥哥這個好 失陰了 你比想要跪 對 結果教書也一樣 楊校長一定很有經驗 你功課最好的如今安在 誰來看你 我常常跟我的學生 以為張惡思大我教了三十五年的書 張惡思大 的確 我做過十個單位主管 系主任 所長 院長 你看我 有的還沒寫上去 對不對 對不對 不小心談到體育學院 我還當過體育學院院長 你不相信嗎 我重視他們 結果我在那邊35年 我就常常跟學生們講 你去當老師 還有很多老師來進修 所以你看 這附近所有的學校 高中高中的校長 你們怎麼說 都叫我老師 好地方 我久了對不對 我教書教久了 你看你這邊新民 台中一中 什麼 什麼 喬泰什麼 綠人 大學什麼 領動 修平 哪一個學校校長不是叫我老師的 我就教學教育了 沒辦法 我就告訴他們說 你當老師 你不要大小眼 只要你心目中只有好學生 功課好的學生 你錯了 我心目中的好學生 不一定是功課最好的 功課好的 科教學前面台新教的 我告訴你 有幾個孩子 有幾個孩子回來看你 他跟他好 是他媽媽媽的 雖然 同時他還要給他保濕 有沒有 拚到要死 錄金 才有辦法 他都回來看你 所以說功課最好的人 出去 準過 怎麼 水無分 各位要怎麼說 春夢了無痕 翻譯不能一個字一個字翻了 春夢了無痕 對不對 沒有 沒有回來看你 但是那個江湖媽的同學 給你修理的 我看學生不順暢 我就給你修理了 我說 你媽媽給你 開眼睛給你 給你 你剛才肥肥 肥肥材 肥雷知道嗎 肥肥 你老婆還不知道你肥肥 我拿你們老婆的薪水 我不可以給你肥肥 我受理 結果這種學生的比例 比較好我回來了看 內智大出 全身起來 年輕大出 全身起來 讓你老皮肥 好 手臂 全身起來 更加點了 你不可以先手臂 很友好 你知道嗎 這價錢就是無限的紛亂 比較安慰 什麼叫成就 我們的學生本來會危害人危 危害社會 我們將價錢變成社會的動靈 我們就是貢獻社會 對不對 這個學生就比較要全國的水無分 所以我們不能大小木 你做伯母也是這樣 我前天晚上在雙十國中跟家長會議 家長們演講在禮堂 校長是我師兄 林百修 家裡有關係嗎 家裡雙十有關係嗎 結果他歷任的校長 已經退休很久了 又回來 道教室的院長他們就要回來 都回來 我也很感動 還親自開車送我回彰化 王校長在那邊當了八年的校長 退休了十幾年 送我回彰化 我開車來演講 這是看在我們師父的面子 第一次這樣開車來的 才會飛多久的 真的 我不會跟你騙 平常人家接我的 你不接我不用說 我都不敢開口叫他們來接我 你看你們多厲害 不敢開口 真的喔 我講真的喔 我去外面應該不敢跟家長講 但是你就要派誰講完 因為我不會抄這個心 你到時候把我接到門口就對了 這樣對不對 這樣最起碼的要求嘛 對不對 其他不計較 我上次到這附近有一個 佛光山有一個什麼講堂 我去演講嘛 我好像這附近嘛 沒有多遠是不是 對 我去演講 講完以後 十二點 他們因為 好像也沒派車送我 對 我跟佛堂都不計較 不計較 因為我自己也信佛的 所以我不敢開口 時間到 他也沒有 幫我穿個便當 我就開口去找吃的 早吃的 然後他們後來 師傅打電話給我 教授 你走啦 你要給我們吃飯了 我們大家一起說 他也沒有說 我就最後對 因為離開了 我告訴你這故事很多 幾年新聞就今天跟你講 紫蘇林經社 高雄鳳山 香光森旅團 他們每隔一年請我去演講 哇 聽了上千人 然後我去演講 問師傅 有沒有晚飯啊 他說沒有 我說 我從中午吃飯到現在還要演講 我把我咬得比比賽 有沒有晚飯啊 沒有啊 我說不行 這樣我不會講 你要弄一點吃的給我啊 師傅說 喔 教授 對不起對不起 我們這過午不時嘛 所以我 他根本就沒想到晚飯這回事 你知道嗎 然後就去找一個所長 跟一碗米粉來給我 我就把他推下去了 喔 精神都好耶 他說 教授 這不是晚飯 我說好 是什麼 他說 他說這不是晚飯 那這是什麼 藥食 藥食 藥酒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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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後來每次去他們那邊演講 我就跟他講 你要準備藥食喔 我是進不起惡了喔 這樣講清楚對不對 就這樣 世界就是這樣 可憐我沒有嫉妒 但是我本來沒話說 我也去找病一出 我去那個什麼 二零那個什麼育幼院嘛 阿嬤主持的那個育幼院叫什麼 喜樂 喜樂 對對對 請我去英國 中華 那個以前交通不方便你知道嗎 去哭了幾點鐘 五十幾分鐘就去到二臉 下班就給我載學了 對不對 給我接學了 去一個月就去英國 英國說三個九點半 九點半 又去哭了幾點 就要11點 我餓了幾點半 又要這麼久了 你去看嗎 準備五輪請完 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現在都會自己在包包裡面帶你吃的 自求多福 你知道嗎 以前不懂 你知道 好 要我比比賽 但是我兩個阿嬤 一生的幸福 一生的青春 一年就來台灣 貢獻給我們台灣 無所求 少女變成阿嬤 我們怎麼把他開口 我比比賽還沒話說 你知道嗎 好 我也有這種經驗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宗教界 思想層次的境界是多高啊 我們當教授都多麼尊重啊 不敢叫你派車 不敢叫你準備鑰匙 對不對 所以人的經驗受人家尊敬不是錢耶 是你的志業 志業 志業 對不對 你的志業 各方面的貢獻 是不簡單的 所以我們今天呢 當然我也不能把時間通通占光 因為我們還有親愛的夥伴要講 可是你們請我來 我也必須要跟你講 所以你不知道你喜歡不喜歡我講的話 可是你不得不佩服我講 從剛才到現在你看我的稿子 一個字就找不到 就證明什麼呢 我提供兩個貢獻啊 第一個貢獻是文字啊 第二個貢獻是我的理念啊 我如果照文字講一下子講完也很高興啊 我就盡責了完畢 不會啊 我就跟你講我的理念 我的理念很簡單 就是我們今天要追求人文 我們追求神性 我們追求思想層次 我們這樣才能夠救我們今天的社會 能夠幫助我們的社會 我們不能只用功力來看 因為你會賺錢你就了不起 因為你書讀得很好你就了不起 不是的 書讀得很好也沒什麼了不起 我看很多小孩 讀得很好 看著那個高科技的公司 我待遇很高 嚴重獎金很多 然後呢 他早坐到位子一坐 春夏秋冬 一天過一天 結果山頂的官網又更紅 就這樣過了怎麼樣 一生 這什麼遺憾 而且你注意郭台銘的望年會 你注意看 郭台銘的望年會 下次電視都會出來嘛 你去看 看不到幾個像我們這個連長的人 沒有幾個 資深的就幾個 而且沒有這麼連長 他們都是二三十歲的年輕 三十幾歲的年輕 什麼意思 那你們體會出什麼味道沒有 上萬人喔 一兩萬人都年輕 什麼意思 就表示你在那個公司是受盡了人家的羨慕 可是你幹不久了 知道意思嗎 你幹不久了 不像我們 越老越鼓椎 不是你注意看 對不對 你還沒老了 就說越老越鼓椎 但人就是這樣 這境界不一樣了 我今天就跟你談這個 你就體會得出來 你就贏了 他就贏到了 境界不一樣了 對不對 不像你這樣 做大關你就贏了 不一定了 你把長得要死 你看 你這麼大才 你就贏了 你不快樂 你煩惱了 你看王永健 就不放我老鼓了 他放我老鼓就不要煩惱了 你看王永健 忽然間一走 你看他子女圈還在打官司 還沒打完 你知道嗎 是不是 早知當初 今日又何必當初 他放我老鼓 他關關的就沒事了 對不對 我爸爸都關關的 有人說我給你們知道不好 你們現在都比我好 我為什麼就要存錢給你們 我這錢是多賺的 我應該還給社會 然後我們家兄弟姐妹 我是發言人 他就說 他爸爸問我們意見 我們家兄弟就 我就說 爸爸 你真是太偉大了 你這樣做是對的 錢是你賺的 你這樣做 我們敬佩你 而且我們不但敬佩你 我們要學你 子女們都在這裡 你最近 你讀書有困難 有什麼來 要買名牌衣服 讓你開嘴 要剃頭 讓消費 讓人 你的事 但是 有一天 我如果要死 錢沒有給你 要給阿公 對不對 因為我今天才不好 這錢 春的是社會的 我要給阿公 關了社會 對不對 沒有 最後我說一個告訴我 他聽到 就結束 差不多兩分鐘 以前我媽媽是最不順眼我的 因為我們十二兄弟姐妹 剛剛楊校長還稱讚我 著波音 卓越的波玉英才 我們媽媽不是這種觀念 因為我們家的中醫師 世家 你回來做中醫師 多好 我們家的中醫師都是學家 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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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爸爸中科醫學院的台主教授 結果 結果我沒有回去做中醫師 去做老師 一個微薪水三千塊 那時候三千塊 你知道嗎 你怎麼沒錢 這個塊 對不對 你 你看出來就是五六萬 對不對 三千塊你知道嗎 我們是不是沒有白色 這是頭頭的流下來 結果 我過年時 包一紅包給我媽媽 因為大家都包 我兄弟仔都包兩萬 兩萬是他們收入一百年 我三千塊是我一個月的薪水 包我媽媽 我媽媽很不開心 她不是愛錢 我媽媽最好 她的錢也是關了社會 她錢我才是說得聽 結果呢 我媽媽不開心 自我紅包放在電視上面 放在 放到我過年回來 中華 她不敢擔當 我的心肝啊 很辛苦 現在沒面子就對了 她要逼我回去 我沒有 我媽媽對我很不高興 結果你知道嗎 我爸爸很了解我 知道我在從事教育工作 教育工作 待遇就是這樣 她沒有話講 可是我媽媽就 她逼我 你知道嗎 所以我有一段時期 跟我媽媽 關係不是很好 就這樣 但是我都不講話 我覺得媽媽有權利 對我有意見 我不講話 後來我媽媽要往生了 要往生了 她叫我最小的妹妹來 她叫我最小妹妹拿一包東西 直奔彰化給我 就跑了彰化 我把信封打開喔 存折跟圖章 上面好幾百萬 原來是我媽媽一生的儲蓄 她最不欣賞的我 卻把一生的儲蓄怎麼樣 這樣 要給我 為什麼 她怕我餓死 怎樣 給我 我一看 真的聞到眼睛掉下來 眼淚掉下來 不是眼睛喔 眼淚掉下來 心情好 真好 我就跟我妹妹 像台北 一起上台北 我跟我兄弟說 媽媽去哪裡拜拜過 嚇出來 嚇出來 我們兄弟 到一間廟室比較好 你去嚇出來 我一種話 台中嚇出來 自我媽媽幾百萬 跟她嚇唬 用媽媽的名字 都跟嚇唬完 這給我媽媽報告 她已經不能講話了 我在她耳朵報告 媽媽你給我的錢 你怎麼處理 跟嚇唬完 結果 她不會講話 但是她純粹 抓著我的手 捏得緊緊 不放 大家都看得到 表示她已經聽到我講的話 這就是我 所以結論是什麼 不好見 你一世人叫我瑞朵報告 你看 媽媽 對我那種態度 原來她是要逼我回家 的事業 但是她內心 要是很關心我這個 不好見 對不對 她自己一世人 甘斷 是不是 對 對 省事節用 存出來的錢 結果 要給她的不好見 好感到 我沒有什麼不好 因為我是沒有孫而已 我沒有什麼不好 我對小孩都做正確的事情 沒有什麼不好 只是我沒有孫她的意義而已 但是結果她 所有的零用錢 還是要給我 但是我所做的 也是大愛 花媽媽的錢做大愛 這樣對不對 所以人生是很美的 我們要追求更好的境界神性去發展 我不能再講了 我講實在兩分鐘 這個車子我對不起 你盡量講我一定好好聽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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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計較鑰匙 鑰匙對不對 鑰匙我實際高雄才學的 來來 謝謝 謝謝 我們左院長呢 他的這個 這個傳播的這個 溝通的技巧 教學的技巧 非常的卓越 各位都感同身受 我回應他的 兩個問題 一個人他剛剛提到的 一個人的態度 那我自己 他用一個公式 這公式是C C是Captor的競爭力 競爭力是等於 這個上面是專業 那再加上人格 下頭分母是互動的成本 我想 我把這個概念 跟各位來做解釋 因為我要再引申一下 那所以所謂競爭力 是要說看 你個人的這個專業條件 那這專業條件 就是說你的知識 不管你是 學的是什麼 學到什麼程度 通常學習呢 通常含有三個層次 一個是知識的本身 一個是這個知識關聯的 統合的相關的這個知識 然後再形成所謂的觀念 理念 那你所形成的這些東西 上面要加上一個態度 換句話說 如果說我今天所學的知識是1 那我計數是1 1加1是2 如果我的態度是只有1的話 那還是2而已 如果我的態度是層次是身高 是2的話 那1加1是2 那態度 平方呢 就等於平方了 就變成是4 所以你所學的東西 一定是要往上提升 那你學的東西呢 你學得越好 是越受人家呢 在這個行業裡頭呢 尊敬 那它是很重要的 假如說你的人格特質 也一樣的好 像剛剛所提到的氣質 我學教育呢 最早的學的一句話 很簡單 教育是什麼 教育的本質就是變化氣質 所以各位在看有沒有氣質 有沒有那個素質 有沒有那個素養 有沒有那個品味 有沒有那個感覺 那如果說你的這樣一種氣質 這個人格特質當中的氣質 越高的話 你就越受別人的歡迎 喜歡 在這裏